我的老板也开始卖房子了 从事房产中介足足25年 也是商议的资产 从最开始大学毕业发这个穿单 到后期去做这个房产中介的销售员 那么再到去银行拉这个赞助 最后期呢自己去尝试的 开了一个小型的房产工作室 到最后来和同学组建合作了这个房产工作室 到最后自己独立出来开了一个房产的公司 足足25年的时间 现在也开始大量的抛售房子了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 整个北方最大的省会城市 也是最豪华的一个园区 在当地可以算到上是近十年最豪恨的园区 时尚领地 那么在这个园区呢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以洋房和别墅区为主 另外一部分是后期加了一些高层 在2015年最高房价一度接近了三万出头 这只是一个均价 那么像这里的洋房 现在的价格大概已经是过去的一半左右 房价已经跌得残不忍度 老板现在疯狂的出售这里大量的别墅 都是独栋别墅 地上是三层 地下是两层的地下车库 带有独立的充电桩 老板是从2020年接手了这里边很多的房子 原本呢这里的房子都是一些当地有头留脸的老板 富豪 那么经过过去几年加上一些疫情的问题吧 集中起来 很多大老板都已经出现了负债 那包括大量的房子进行了银行的抵押 进行了拍卖 那么在过去拍卖的房子几乎就是没有剩余啊 几乎都是厂厂的卖空 有一些房子是通过法院 银行起诉到法院拍卖 而很多房子为了减少流程和麻烦 提高成交效率 大部分其实都是通过民间的房产中介进行交易 那么房产中介的老板会得到一手房源的优惠价格 所以自己就把这个房子就接手过来 在过去的时候 像这些别墅区的房子很多大老板都是在预定的 但是随着房地产的下跌 很多消费的降级吧 确实大量的富豪变成了群光蛋 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老板开始卖房子 过去的均价这里的房子都是在三万左右 而现在这些大型的别墅区房价早已经破万 大概就是在九千的边缘 像这些多层高层很多都是70%以上都是控制房 那么很多老板由于破产负债房子进行抵押 以前这里的车呢基本上都是百万级的豪车 甚至是一些国外进口的豪车 深圳万一号可以代表整个深圳楼市的No.1 很多房主在现在已经是出现大量的易主 包括现在上海的我们说的汤城衣品 很多大网红的聚集地 现在很多房子都在出售定账 这就是现在房地产的现状 我们看到房子在出售的同时 作为我们这些打工人最担心的就是 如果老板一旦倒下 作为我们还能不能有稳定的工作和开支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开工资了 五千多块 现在就是在压工资 没办法 现在房地产已经走入末路 大势已去 这就是在压工资料里面